在唱片产业严重衰退的今天 来自中国大陆的娱乐集团仍然狂气推出7组 完全不同风格的歌手和团体 从少女团、电音歌手、嘻哈风、摇滚乐手、清新女生、 父母组团到重量级美声团 都将在今年陆续发片 算一算,真的要花不少成本耶 但集团老板却说怎么算怎么合 不但如此还想要从台湾出发反攻华语流行音乐 甚至亚洲流行音乐圈 全新小席都加入他们的旗下 其实想通过这样的事情告诉大家说 唱片产业不会死 音乐会越来越好 只要我们用心去做 只要我们真的 大家有一份共同的心 把华语音乐做强、做大 那它一定会成为 我希望是华语音乐能够真的去走到全球市场 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只有前大陆的艺人 包括还有港台的艺人 还有那个韩国的艺人 那我们相信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那只有大家去做好我们的自己的作品 包括我们和这些 咱们台湾的 包括大陆一些知名的音乐人合作 就是我们会全力打造出好的作品 那么我们相信好的作品是永远可以流传下去的 近来虽然唱片产业衰退 但各种管道串通出来的歌星却是有争无减 或许演名人总是能从其中看到一些契机 GTV新闻网采访报导